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啊 向下引拍的会更多一点 手腕内区的幅度会更大一点 以及膝盖的弯曲程度都会加大 等比例的加大 腰腹的力量会用得更多 所以我们在体会这一阶段的时候呢 主要是体会腰腹的发力 在引拍的时候 收腹完腰 这个时候呢 我们腹部是收进去的 重心压低 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腹部往前展的感觉 你可以有这种展开的感觉 然后身体重心向上登起来 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到 要去体会腹部这一块肌肉 在触球的瞬间突然绷紧的感觉 突然绷紧出去 你会感觉好像我是在顶肚子一样 初期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感觉我是在把这个肚子顶出去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顶肚子 是我们腰腹的这一块在发力 因为你的髋关节 在往前领动的时候 腰腹是绷紧的 在触球瞬间 腰腹是绷紧的 能感觉到腰腹绷紧 往前顶的这种感觉 那你的整个发力才能够带到我们的手臂上 手臂的引拍呢 也没有必要往左侧引拍的过多 一般引拍是像我们的胸前引拍 拍头呢 引拍过后 对着我们的腹部前方 在我们肚脐眼的上方 上方一点的位置 手腕内躯 然后 发力也是一样的 前臂带着手腕 向前外站出去 动作幅度稍微小一点 可以看到当球速特别快的时候 这个腰腹领动的感觉基本上看不出来 那有很多球友就光看一个动作 就理解成为什么呢 上下蹲 对吧 完全是在上下蹲 那还是没有体会到腰的力量 我们主要是要体会到这一半身体的 右边这一半带动 带动我们的手臂 快速发力的感觉 这个肌肉 腰宽的领 只是一瞬间一点点就够了 不用很大幅度 稍微一点点出来就够了 因为你在连续快拉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进行大幅度的影拍 本身动作幅度也很小 甚至呢 更多的是依靠我们前臂和手腕 可以看到连续快拉的时候 前臂手腕的发力会更多一些 在练习的时候呢 建议双脚不要站死了 时刻的用碎步和垫步进行调整 那么用多球派球的话呢 可以把弱点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 这样脚能够保持时刻的弹性 时刻在移动过程当中 你的重心调整 你的重心的转换才能够练得更好 在连续快拉的时候 手腕的发力非常明显 大家看到 但是很多人手腕不稳定 为什么不稳定呢 它总在去调整它的板面 那板面的调整应该是用前臂的内旋和外旋来调整 看前臂啊 内旋过来 拍形自然的比较垂直 前臂外旋出去 拍形自然向前压 所以这个板面的拍形的调整 靠的是我们的前臂 手腕呢 主要是进行什么呢 内收和外展 它不进行转动 不进行这样的转动 一转动就会导致方腕不稳定 而且用不上前臂的力量 所以这个前臂的发力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手腕一定要跟随前臂去进行发力和调整 你才能保证你整个动作的稳定 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风 cher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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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